蓝忘机从一旁的矮柜里拿出布巾,要给魏无羡擦脸上的雨水,魏无羡下意识地要拒绝,却在看到一旁的沈玉时,突然改了主意。 他静静地坐着,任由蓝忘机给他擦脸擦头发,还很配合地清了清身子。 眼前这一幕对沈玉来说无比刺心,他从未想过,像蓝忘机这样清冷的人,也会有这般温柔的一面,心底的渡火如汹涌的波涛一般几乎要将他淹没,双手狠狠地紧钻成拳。 不禁清闭过眼尾,魏无羡瞇了瞇眼,看着沈玉道,沈将军,可刚开口就被蓝忘机打断了。 外面的指手该换班了,你去看看,沈玉起身,垂谋拱手,末将告退,沈玉刚一走,魏无羡就一把扶开了蓝忘机的手,你就这么怕我找他麻烦吗? 蓝忘机有些微愣,刚要开口,就听魏无羡又道,你是不是又要说他不是故意的,让我别在意?那我偏要在意,你带如何? 蓝忘机彻底愣了,他只是瞧见魏无羡的外袍有些潮湿,想着沈玉在这里,不太方便,所以才让他出去了,刚才只是碰巧与魏无羡的话撞到了一起,根本没想那么多。 殿下的衣服有些湿了,沈玉在这里不方便,马车一时,陷入了诡异的寂静之中。 魏无羡,不知他现在想说回刚才的那些话,还来不来得及? 显然是来不及的,蓝忘机看着他的眸中一出一抹轻笑,颇有深意。 我之前有说过让殿下别在意的话,魏无羡的神色有一瞬的修脑,故作淡定地靠在影诊上。 游字嘴硬,我,我怎么会记得? 只不过,耳间的一抹烟红到底泄露了几缕心境起伏。 他也不知自己刚才是怎么了,反应那么大,可以想到往日里蓝忘机对沈玉的一些不同,心里就不舒服。 就算明白是因为沈玉,他还是忍不住,他甚至想问问蓝忘机,为什么要带沈玉出来,又转念一想,沈玉是蓝羽莹的人,跟出来再正常不过了。 再说,他与蓝忘机到底只是名义上的夫妻关系,这样的要求的确是有些过了。 想到这,心里一酸,被压制的那份情感又开始作祟,与理智撕扯不休。 他深吸一口气,现在并不适合想这个,河间那么多灾民都还在等着他。 魏无羡的情绪收敛得极快,方才还张牙舞爪的,如今却安静下来,一副淡漠的样子,似乎刚刚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。 他脱下外袍随意扔在一边,背对着蓝忘机躺了下来。 低声道,我困了,等前面消息回来,你叫我,问蓝忘机应了一声,眸色渐沉。 魏无羡的情绪变化,他能感觉得出来,可他依然看不明白,明明刚才已经快要触及到他的内心了。 马车内又重新安静了下来。 队伍日夜不休地走了四五日,入夜时分,终于到了周线,再具府衙一个街口的位置停了下来。 魏无羡掀开帘子往外看了看,入目时分,视线并不很清楚,只能看到不远处亮起的点点火光,他冷哼了一声,温潮这个蠢货。 不过能将府衙里的人围困这么久,不是靠人多就行的,里面定不简单,蓝忘机点头。 领头的人姓宋,曾是周线一个富户的公子,是个很聪明的人。 水灾时,宋家一直在想办法救助百姓,却在钦差到的时候,被只借机敛财,宋家家主下雨,家产被尽数罚没。 魏无羡道,只怕不止宋家吧,蓝忘机没说话,算是默认,温潮一行人到了周线便停步不前。 除了自觉凤金凤女的几家附身外,其余家族,不论大小,皆以各种名义被查抄了。 殿下,我们先去驿馆吧,魏无羡点头,好,队伍转到去了驿馆,等全部安顿好。 天色已经很晚了,连着坐了几日马车,饶势魏无羡自幼习武,也有些吃不消。 暗暗偷瞄了一眼蓝忘机,见他神色如常,并无半点皮色,心道,到底是酒精战场的,体力真不是一般的好。 蓝忘机将倒好的茶放在魏无羡面前,累不累,要不先睡一会儿。 魏无羡喝了一口茶,提了提神后,说道,不了,林月马上就到了,殿下放心,晚上的行动我会亲自盯着, 魏无羡一听,立刻道,我也要去,不可,蓝忘机想也没想,就拒绝了,这里不比仪灵,夜里寒凉,殿下还是留在驿馆,后面怕是没时间休息了,魏无羡还要再说,就听外头卫兵敲门禀道,殿下,林副将回来了,话音刚落,林月就从门外进来了,单膝跪得行了一礼,殿下,将军, 梁大人那边一切顺利,特遣墨将回来赴命,为无羡点头,起来吧,辛苦了,谢殿下,林月起身,目光在窗户和门上转了一圈,上前压低声音道,一切都已准备妥当,恩兰望机,微微汗手,丑时墨动手,林月垂手,是, 外间小雨犀利,夜色浓重,如墨倾覆,远处传来第一声鸡鸣,魏无羡依旧清醒着,望着床杖顶上的纹样,漆黑的眸子在夜色里,看不出半分情绪, 第二声鸡鸣刚落,房门终于有了动静,兰望机将沾了寒气的外袍脱了,又等了片刻才掀开床杖上了床,隐约感觉身侧的呼吸声有些变化,于是转头一瞧,正好与魏无羡看她的眼神撞了个正着,怎么还没睡? 魏无羡没说话,只是看着她,兰望机神色一软,替她噎了噎被子,一切顺利,睡吧,兰战,我在,兰望机低声应导,可等了很久也没等到魏无羡的下闻,房间里很安静,很快她就发现身侧的人睡着了,一日一早,围在府衙周围的百姓一醒来,就发现紧闭多日的府衙大门大场着, 里面还飘出了久违的饭食香味,勾得他们原本就空荡荡的肠胃疯暴如冻起来,人在极度饥饿的时候,是没有多少自制力的,在本能的趋势下,蜂拥而入,正在摆饭的府衙侍从,看见这群眼冒绿光的灾民,吓得不住后退,也顾不得管,昨晚那些不知打哪冒出来的黑衣人的威幼,再不多,只怕他们也要被这些人给吞了, 一大群人,如蝗虫过境般,不过片刻,便将一院子的吃食给卷了个干净,吃饱喝足,接下来,自然就该报仇了,可等他们冲到支县的院子,才发现人早都凉了,还有前来赈灾的那些个官员,没一个跑的, 众人先是一愣,不等他们反应过来,一队身着铠甲的士兵就从外面冲进来,将他们围了起来,人群一慌,下意识地四散奔逃,可四面都是手持利刃的士兵,如何逃得拖,刚才他们只顾着吃东西,防身的家伙 时早丢在了外头,这时,人群中一人大喊道,大家别慌,他们不敢把我们怎样的,否则也不会等到现在了,话音刚落,便听层层叠叠的士兵身后传来一人声音,带着几分赞赏, 的确很聪明,你叫什么名字? 闻言,众人警惕的眼神立时聚到了左侧,下一刻,便看到自动分散开的士兵身后走出几人,围守的那人,身形心长,嘴角带笑,一双眼角带勾的桃花眼,要人夺目。 宋子琛一眼便看出此人身份不长,如今他们已是釜底犹豫,反抗只会死得更快,顺从应道,宋子琛,一切都是我谋划的,与他们无关,子琛。 在他身旁站着一位面向清秀的男子,闻言有些着急地拉了他一把,宋子琛扭头用眼神示意他别急,魏无羡点头,那你是承认聚众包围斧牙打伤官员之事? 是宋子琛的脸上毫无畏惧之色,这些狗官,相互勾结,借灾敛财,丝毫不把百姓的命放在眼里,死了也是活该,他一心为着身后的那些贫苦百姓着想,自己家的事倒是一句也没提,魏无羡不禁对他生出几分敬意来。 正要亮明身份,就被一声哭号给打破了,温潮被人搀扶着,一瘸一拐地从后院过来了,来人,来人,将他们当即射杀,一个不留, 人群中一阵不安地骚动,魏无羡轻声小声道,下手是不是有些轻,他怎么这么早就醒了,蓝忘机也小声回道,他还有用,林月他们不敢下死手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